欢迎来到潘潘测评 潘 今天我们要测评三款产品 一个是皮皮霜 一个是 然后一个婴儿的爽身粉 然后这三款产品 其中有两款是来自同一个品牌 叫Gaia 所以我们首先说这个 这个是婴儿的爽身粉 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 肺子粉 它上面标签写的是 它还有一个 薰衣草的有机的提取物 其实我觉得这种爽身粉都应该功能啊 什么大功效益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就 我非话不多说就直接给它测评一下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膜 给它撕掉 它膜撕掉就直接开口了 对开口 然后它上面有几个 就扭开的话 然后它就口开 然后你就可以涂在 你需要用的 它已经开始飞粉了 对已经开始飞粉了 给点水吧 我测一下 因为它有它有说它的 这个吸汗能力非常的强 对 所以我现在要试一下 借 你是用水还是用miss的鼻水 用鼻水吧 鼻水啊 鼻水过来 过来 来介绍一下我的儿子 大儿子 借你的鼻水 就是非常健康的 鼻水非常多 然后扭开 就直接倒了 对直接倒上去 它粉它一次出的还蛮多的 就非常的多 就是 最下面都是粉了 确实 它的粉很细腻 我觉得倒这么多 怎么样它就吸干了吧 对 对 看一下 这它刚刚你看 这比较厚的地方 就是刚刚miss的鼻水的位置 嗯 它吸汗能力的确是OK的 然后我闻起来 就是薰衣草的 就是它没有特别的刺激 它粉尘太大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看我现在用完 我就忘记关掉它 嗯 就是你用的时候你要扭开 但是用完就不一定会 基本上关掉 有时候孩子在吵 然后老公又叫 还是在吵 风在吼 马在吼 风在吼 马在吼 反正就是你有时候会经常忘记这个事情 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在他身上 有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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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吧 有 然后这种事情真的 你看经常忘记 然后一放就放在桌子上 然后就 哈 哈 就倒掉 就倒掉 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在他身上 嗯 没有吧 爆紧了我给你讲 像现在那样 哇这个很过分 你看到粉尘 看到吗 那就粉尘非常严重 包洗 所以我觉得使用感觉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感 它而且它很不容易掉 你看它其实挺黏黑色裤子的 那你不要穿这个裤子 下次玩白色裤子 好的 好那这款产品我们就先存在这里 然后再下一个款产品 下一款同一个牌子的 也是宝宝的润肤霜日常 就洗完澡之后 可以用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也是因为他们家产品 都是打那个油肌 天然的提取物 所以它里面有乳母果油和牛油果油 然后乳母果油 它是和人体的那个油脂分泌 比较接近 各项脂包的比较接近 所以它不会形成很刺激的感觉 比较容易吸收 对 然后 而且他们家牌子都是 它会不会飙出来 首先它是澳洲制造 然后它没有动物的 没有动物测试 就它全都是成天然 成植物的 植物的 然后我现在就用它这个 因为我这个涂肚子粉 就这边用 你这上手挤的很多 就是 因为吸收蛮快的 它就是挺滑 挺转滑的 就很容易扶开 没有说特别的硬 就儿童用嘛 它不需要特别 有效或者特别怎么样 因为宝宝皮肤 它本来就已经非常的Q 就是一清爽的一种 就像我们这种老阿姨 老阿姨老阿姨 不要加个蚊子 然后就反正我们个人 还比较喜欢 它的味道很很轻 它有那个 也有薰薰草体 它总的基调 它就是一个薰薰草的味道 它总的味道就是薰薰草的味道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日常的一些护理 给日常宝宝的护理 然后如果 宝宝如果出现红疹 就是尿不湿啊 或者尿不湿就过于闷 对 就是宝宝的红疹 泛红发炎等等的 这些都是经常能够见到的问题 比如说宝宝它 传的那个尿不太厚啊 像现在中国夏天 闷着热着 它很容易翻红 特别是晚上 一躺躺一个晚上呀 或者是早上坐 坐那个叫啥 一个推车 坐过太久了 它都会容易闷着 泛红什么的 这个的话能起到一个 比较保护日常的作用 预防 预防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用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款产品 它是属于一个专门针对 泛红啊 湿疹啊 尿不疹一类的 一个药膏 它虽然主打 它虽然主打是在 婴儿身上 但是其实老人家也能用的 因为我在老人院做过 然后老人院 只要一个老人家 它是比较容易发炎啊 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 它的房间一定有一个这个 我们就一定要给它用 就是涂抹在那些泛红的位置 那个屁股的那个周围的边缘 这样子去防止它继续的严重下去 那我们先来用用 好 来 因为它会形成的保护膜嘛 然后就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垮了一点 我以为它是灰色的 它是白色的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也以为是灰色 但它是白色 它会有一些粘稠 没有像这款那么容易推开 但是因为它的功效 可能更强劲一些 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 它就会在你的皮肤上面 形成一层保护膜 它就会防止一些刺激物 去跑到那个皮肤里面 然后继续刺激我们的皮肤呀 然后让它继续严重下去 那些刺激物就好像尿液啊 大便这些都属于刺激物 它就形成一个保护膜 那些刺激物就跑不进去了 它这个垮的有点太多 那我们现在来 来测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防水 因为它是形成保护膜嘛 我们来试一下 直接倒水了哟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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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直接就滑下去了 直接就滑下去了 然后它没有一点 它也不掉 它也不掉 那如果这个是尿液的话 其实它也可以防止 就是这个药膏被洗掉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 它的味道也不刺激 它的确没有加任何的 真的图纹相符 就是它跟它的描述是 一样的 对 就味道我也能接受 有点像那个 大宝的味道 但比大宝的 大宝的香 对对对 它们应该没有加很多的人工香精 对 然后它现在手上的水已经干掉了 但是它的 它的那个 药膏还在 药膏硬直都在 对 好 就是我们今天所测评的三种产品 其中有两个是 护肤乳 然后一个是洗完澡 就日常护理使用的 然后一个是 就是应该会有些 药膏 有药用成分在那边 然后一个是爽身粉 然后我个人觉得 我不太喜欢这个 爽身粉的 这个使用的感觉 但是味道还不错 味道还可以 能接受 但是它使用伤害面太不方便了 如果家里有粉扑的人 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可以到粉扑上使用 然后这个婴儿的 热肤露呢 就是 我们说多归中矩吧 它的味道也能接受 它的包装也比较简单 没有一些花灵护烧的感觉 没有 就是以简单的 以白色为主 然后用前方便就 那边收入就 吸收也快 就吸收很快 我们两个都喜欢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药膏 这个药膏的话呢 是我一直 我用了很久了 就给老人家 给婴儿都有用 它也是澳洲 那个家庭医生 都会推荐的一款 一款 长倍药膏 所以这个药膏是可以的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 它比较粘稠 对 你一定要控制好 这个使用的量 你看我刚垮的就比较少 然后它 它垮的就比较多 没有也没有比较黑了 粘稠了 它手上还是有点粘稠的 所以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点点 然后等到像我这种程度 就已经握上去 没有特别的粘稠的时候 就可以给他们穿上裤子之类的 这个就太过了 这就是我们本期内容 然后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和转发 拜拜